湯家倫議員 即是少過五年的監禁都是有的 這完全是法庭視乎案情的需要作出決定 但另一件事我想澄清的就是 我看剛才外面的傳媒 都似乎說我是反對鄭家庫議員在這方面的修訂 其實不是的 我提出的反對只是關乎三級制的修訂 在這方面我覺得有一個必要 定下一些法例作出足夠阻嚇的作用 我覺得這個修訂是可以接受的